哈喽,台湾的朋友晚安 跟你们聊天可以吗?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小时候都是一个很爱想 思想,想东西的人 常常想,怎么让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想东,想西 然后看一些书,还是什么 就让自己做得更好 然后就大概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 走来都40多岁的人 40多年了已经 我今年44,不是60,是44 一直都是这样子 但是最近好像这一年呢 我开始,我终于 去体会到,体验到人生 一点点啊,我还在学嘛 然而有时候不要想太多 从前都是想太多 有些事情不是你看书 或者是听人家怎么说,对吗? 就会懂 有些事情你就是你的经验 经历,体验,体会 感受 有些事情你就是一定要经过这个事情 哦,原来是这样子 很多事情,因为我妈妈小时候 我小时候啊,我妈妈都跟我讲很多人生的道理 非常多 所以我就很小的时候 很多都听过 但是 听 不一定懂哦 对吧 你只是知道 知 跟 知道 知道 对吧 知道 就是知跟到 就是分开 就是 只是知 但是没有 得到的那个感受 没有根本就是 听听而已 什么活在当上 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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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 什么要 真实 眼前人 什么 要爱 什么 就是 就是小时候没有了些感觉 就是哦 我知道 什么 很多 非常多 常常听 然后 现在就懂 有些时候 你越听 那么多 那些好像是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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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好像 教条的东西 就是 不见得 你可以用 因为 你都没有到哪个 点 对吗 有一天你走到 我的分享了我 走到哪个点 哦 原来从前 只是 年前听了 哪一句话 哦 我现在 好像 有点 明白 有点 但是 理由 我的感觉就是 但是 这是不是 这样子 就看下去了 就要走下去 然后 现在用灯火 就会觉得 每一天 啊 认真的 活 生活 就 每一天 想一想 吃什么 比较重要 哈哈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 认真的 啊 对身边的每一个人 啊 啊 我就觉得 对我来说 就已经非常好 嗯 嗯 啊 就是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活在 活在 当下的感觉 就是啊 比如说 我现在 吃东西的时候 我不会 看 其他的东西 我就是很认真的 在吃 哇 好好吃哦 哈哈哈哈 做事情的时候 很专心 因为我从前小时候 我妈妈 会教我 啊 同一同一时间 同一个时间 可以做两件事情 更 啊 或者更多 啊 从前任我可以的 但是 现在我就觉得啊 其实这个不适合我 因为我观察 我太太的时候 我太太是 同一时间 她只可以做一件事情 如果她很认真的做事情 你不要在她旁边说话 哦 唱歌更加 更加不可以啊 她她就 头脑转不过来 哈哈哈 但是 我真的现在跟她学 好像大概 啊 啊 去年开始 就 不可以 同一时间 啊 做两件事情 现在做事情 要 要比较专心 但是就 啊 啊 比如说我在做事情啊 啊 有一些 其他有 有电视的声音 我都可以 就 还可以 我就不听 我就可以很专心 然后 我现在 开始明白就是 哪一刻 你在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要想太多 从前的我想太多 好像 绕了一圈 最后就是 走 但我太太的水平 我太太的水平就是 哇 非常高 我就跟她学习 但是 我也很开心 就是绕了一圈 我看见很多 啊 想了很多 然后最后 原来这些都是 不是没有用的 就是 一个经验 啊 我觉得很多 体会 人生有很多东西 都是要体验 体会 对吗 然后 你看我这个人 很喜欢说话 就知道我 常常都在想 想东想西 哈哈哈哈 最后现在 我发觉 想 应该是不是 只要想 要享受 对吗 是同一个样吗 同一个音啊 西安 等一刹找朱英老师 帮帮忙 中秋节 很快乐的感觉 我感受到 在公司里面 看见他们 真的会感受到 他们的开心 就是 好像今天 没有一个人 有心情 工作 除了我 哈哈 我就 今天很有 兴趣在工作 然后 自己造 自己的班 然后每一个人 都赶着下班 然后他 我都跟他们说 哎 中秋节快乐 哎 四天的假期啊 多开心 对吧 因为 怎么说 我从前我在香港 是 我大概十多 二十年 我都习惯在家工作 对我来说 我没有加起这个观念 从前都一直都没有 我都是在家里面工作 但是 我在家里面工作 因为我的时间就是可以做很长的时间 睡觉的时间都在想 所以有一段时间是 啊 这里会很痛 就是没有 其实就没有收集 你在家工作 有些人会觉得 哎 哇 好爽啊 在家工作 但是其实在家工作都有 在家的工作都好跟不好 看你怎么看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间小公司的 公司的股东啊 你们怎么说 就是公司的股东啊 要负责的负责人啊 不是 你们懂我了 你们应该懂我在说什么 你就要想很多 就是 什么都你都要想 你都要做 但是 现在来到台湾 因为 我们就 政府 台湾政府要规定 我们要 开一间 实体的办公室 你要一个办公室 你就要去 对吗 也好 但是现在 觉得 很有趣哦 每天上班 就要 因为有上班的观念 就会有下班的观念 就可以收集 哎 感觉好好 然后就 现在的我 星期六跟星期日 对我来说 就很有意义 因为从前 星期六跟星期日 其实没差 没有分别 因为我每一天都在家里面工作 从前 但现在不同了 星期六跟星期六 特别的放松 可以放假了 但是 这个中秋节的假期 我就要 每一天都会在家工作 因为我要 要赶紧做好一点 没关系 时间 应该这样子说 就 以后都会有很多 家庭 现在这个家庭 我觉得有四天 我可以再做好一点 在家里面 我会做的比较快 因为我已经 十多二十年都是在家里面工作 我想 如果你是一个习惯在家工作的人 你应该懂我 就是在家工作的效率很高的可以 就是睡觉的时候都还在想人 我从前 告诉你们 我从前 我从前 睡觉睡到 比如说 四五点 三四点钟 有灵感 在梦里面 有灵感 醒过来 我就做 这是我的兴趣 这是我的游戏 所以 很感恩 就是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兴趣 所以 我的客户都很幸运哦 因为我的兴趣是做最便宜 但是 我的品质一直在推高 但是我的价钱一直便宜 因为我要 对我来说是一个游戏 当然我要赚钱了 但是 我又不需要赚很多 勾用就好 但是 可以用这个价钱做这个品质 然后人家说 哇 好像我昨天去吃贴板烧 哇 他的cp值很高 然后我说 嗯 这个老板应该跟我想的东西一样的 就是 他他在玩一个游戏 就是可不可以这个价钱 这个品质 这个价钱 这个价钱好啊 对吧 就是用最 最小的资源 做最多的事情 现在 我的资源比较更多 但是 都是我自己在做 但是 我公司的同事都辛苦他们 因为有些事情 他们不懂 他们不可以给他们做 我都给他们一些 他们懂的 啊 比较 基本的 我就教他们帮我做 啊 我想 以后我都会弄一些 反正 我都会确定我的系统 怎么让他们可以 帮我 参与 在其中 对我来说 这就是游戏 我 跟你们聊天 我都不知道自己想 哇 说了很多很多 对吧 我很感恩 我看见我的影片 就是 很无聊的 在说话 都有人在看 然后 就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 熟悉的 一个 时间 就是跟你们聊 十多二十分钟 然后 偶然 偶然 对 偶然 会有人留言给我 我没有字幕 你们都听得懂 就感恩咯 听得懂就好 常常听你们 台湾人跟我说 你们真的很热情 我想你们应该大概 我说 我说的话 你们应该大概 听懂 吃 吃吃吃怕 对吧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 哇 为什么你们那么厉害 我一直在走音 你们都听得懂 感谢你们 所以你们都是 很 很友善的 很善良的人 对吧 在这里感受的爱比 比较多 真的比较多 就算有些时候 好像我坐公车 有些时候听到公车司机 的语气不太好 但是 其实 我感受到 他们是工作的压力 因为 在 台中 路面的情况 都很厉害 他们的压力都很大 但是有些时候 听他们 虽然有时候好像 语气不好 但是他们是很担心 尤其是听到他们 跟老别别说 快一点坐好啊 你会什么 站不稳啊 什么什么 其实他们就怕 因为一开车 有时候他们都很 那些别别 就很危险 对吧 就要他们坐上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爱 这 就是 关心了 我觉得 台湾 再来到台湾 感受到 就比较多的热情 都是 不是香港没有 可能是 我都不懂 我们 我从前在香港 就 跟 比如说 跟司机打招呼 就没有 但台湾 我看见台湾人 就比较多 当然都不是每一个 对吧 但是 我们都会学 会打招呼的台湾人 所以我们 上车的时候 都会跟司机 先生说 谢谢 很多司机身上都会回应我们 不会 有些司机就 就 指一指 QR code 但没关系 就是 因为每个人的 对打招呼 的回应 都不同 但是 我想 每一个人 听见人家跟你打招呼 其实心里面 都会 有一个开心 就是 一个专 尊重 对吗 尊重 是好的东西 所以 我都 人家有没有回应 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就是他的问题 我就做我的 我觉得好的 对 我觉得应该的 因为我在这里观察 觉得 咦 你们很多人都会跟司机 线上打招呼 然后 有些司机就很开心的 回应你 不会 小心 怎么呢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互动很好 然后 有时候 看见一些比较年轻 都很有礼貌 比如说 我们坐 电梯 他们真的会 可能 看见我们 年纪 比他们大 他们就会先让我们走 哦 年轻人 不错哦 然后 有些时候 我就会 让他们 哎 你先你先 因为我比较年轻 觉得这个城 城市 这里就 比较 祥和 有练队吗 人会变得祥和 尤其是 当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看见人 很多人在排队 排队都是 就是 每个人都在等 排队 没有 不 不会有人很 心急的在 看 因为我们在香港不同 如果看见 排队的人 很多 你就会看见 有些人都会很 心急的 看 看手标啊 看看 看 讲电话什么 然后你会听到一些脏话 嘿 快冷点了 你们都懂啊 香港人很心急啊 快一点不可以啊 最少要快冷点 对 快冷点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了 来到这里就学习 哇 我现在都 就是慢慢等啊 有时候 人家 比如说 买东西 一个人的 店 他一个人 你只要等 对吗 等 都是一种幸运的感觉 哎 差不多20分钟 如果你还在听 你就是一个 很 很善良的人 祝你们平安喜乐 明天午餐吃什么 拜拜